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美国第一次农场和留学频道 这是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房车营地 这附近呢就是千岛湖了 因为千岛湖它就是圣劳伦斯河和安德略湖交汇的地方 这个房车营地就是在河边的 像这种河边的房车营地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大家都希望河边住着比较凉爽嘛 还可以去河里边玩船 你看这房车营地很漂亮 这个房车营地的旁边很近的地方 大概有两三百尺 就是一块正在出售的河边的农田 你看这河边多漂亮 正在出售的这块农田呢 就非常适合于做房车营地 因为你能不能得到房车营地的执照呢 你要看周围的环境啊 如果周围的环境它有房车营地的话 那你也就很容易申请到这个执照了 这块地跟这个营地距离 也就是半 半英里吧 半英里 过了这片树林子就是 瞧 就是这块农田 大概有50个英亩 大概有50个英亩 这个是林河的啊 这个也可以叫河 也可以叫湖 因为它是 这个斯王伦斯河非常宽的 它跟安大列湖正好交界的地方非常宽 你可以叫它是湖 你可以叫它河 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一个 还有很多岛在这边 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 这个千岛湖 哦 每家边境以这种风力发电农场啊 原来都是远距离地看 现在近距离地看好 非常非常的壮观的啊 这是每家边境的一个特色 就是这些农场会出租给 风力发电的公司 之前我们卖过一个 这种 一个林场出租给了 就租了这三个啊 三个风力发电的这种大杆子 基本上每个一年是一万块 三万块 它每年租了三个就能收三万块钱 因为这个风力发电公司它跨越的面积很大 你看从那头我已经开了很久了 它们在各个林场或者各个农场都会租 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租一块地方去做这个风力发电 所以说很多农场都有出租的机会 你快弄啊 乐乐 这个在远处了 一直都有 刚才那个是在进处的 刚才那个是在进处的 那大白色的杆子都是 所以那个主人挺划算的 他就 反正他那个地闲着也是闲着 出租这个 一年能赚三万美金 而且刚才那个我们看的高尔夫球场 它是出租给电视台了 电视台用一个挺高的那种发射塔 它那一个杆子 当然它那周围大概有四个英亩租出去了 一年能收三万 现在是三万二 租了十年一下 签了合同十年 每年还可以涨百分之二 今年三万二 明年可能就在三万 三万二千八 三万二千八 这没有离得近的了 这个都离得挺远的了 马路边碰见了一个卖菜的农场 它自己产的东西 买它 这是头币箱 刚才我们买了 买的桃子 买的杏 但是钱不够了 我给它补点钱 再买一根黄瓜 它这个口太小了 不好装 这里边头币 刚才还差它两毛五 买它一根黄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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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没有现金了 少买点吧 一会去取现金去 你瞧 这是它的 这农场 主人 自己种菜 在这儿住着 在门口卖 他们的菜都非常新鲜 摘下来之后都是当天的 我不喜欢超市的菜 超市的菜 都冻了之后 冻了之后就不好吃了 好 这边 这个 这边 这里 这边 就是 咱们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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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这边 再来 有点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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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